上半日太陽依舊高高掛 毕竟中秋節全台還是好熱好熱 但這好天氣恐怕撐不到連續假期 這第二天未來幾天會稍微的向北移動 它的水氣會影響到我們 讓我們附近水氣增多 天氣也變得比較不穩定 星期天開始將由北方高壓 帶來第一波的東北季風 影響我們的天氣 入籌第一波東北季風 馬上要報導 週二週三北部基隆北海岸 短暫零星降雨 中南部山區午後震雨 週四開始水氣增加 東半部桃園以北 整天有短暫降雨 中南部維持午後震雨 週日到下週一 幾乎全台整天有雨 氣溫也下滑 高溫至少掉四到五度 秋天感受更明顯 但中秋廉假想賞月 恐怕就得碰運氣 中秋廉假的雲 會比這兩天來得多一些 相對而言中南部地區 看到月亮機會就比較多一些了 北部東半部賞月機率低 新竹以南午後熱對流消散 就有機會看到滿月 只是接下來還得注意 中秋過後到雙十廉假期間 南海到西北太平洋海面 還有三到四個颱風深沉訊號 有沒有機會影響台灣天氣 都得密切觀察 靜新聞 許少芸 張信志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南海外 海外 十二十最後十年